一桌看品味,装装就是你的第一名片,哪些单品一穿就很楼该如何大改造呢? 快看下去吧,明明改了潮流,也精心挑选了单品搭配,可穿出来的效果就是很廉价,为什么就穿不出博主街牌的时髦感呢? 或许只是一件连加大品脱了你的后腿,一件回所有,就说的如此,画看看你中了几招,童区卡通图案很伟然活泼的卡通图案,挑拖的颜色搭配显得童区非常,这些鲜艳的图案,穿在圆嘟嘟的孩子身上是天真活泼,但是真的是和成年人吗? 作妖天后Lady Gaga都不太能嫁剧狄神与公主风,更别提众多网红亲力推荐的少女新款式了,不管是动门合作款,网红包款,还是大牌的设计师款,只要肆意的使用大面积的童区印花,像我都有点99元三界包邮的既视感,作, 固扬叫Muskina童区印花,该怎么穿,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穿这些可爱的图案印花了呢? 也不是,需要注意的是艳花图案的选择,具有艺术感的印花图案,更有复古潮流,感简洁的Slogan Tea经典又新春土的图案的选择,在颜色的搭配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选择过于荧光的,可以选择低饱和堵的色彩, 这样整体的造型会有质感很多,看上去也就更贵,才是极差的类丝说到类丝,就要提到高级定制所谓无类丝,不高定可兼类,丝在高定中的崇高地位,也能侧面推断出手工类丝党贵稀有,每一块类丝都是手工购勒而成,一个不太复杂的图案,都需要几时折获进白纸小缩,根据图案采用不同的编,结,要等手法, 来制作,所以做工精良的高档类丝当然无可挑剔,只要你能驾驭,尽管展示你的悠然美丽吧,我们要DIS的是材质技巧还假装做工复杂的类丝,穿上身就是一股浓浓的廉价感, 所以购买类丝搭品的原则,就是不买则已,买就要追求质感类丝搭品,怎么穿不掉价,挑选,倒是和舒适又有质感的类丝后,怎么穿也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软软的类丝紧贴皮肤,再加上立体的花纹,可以说是非常膨胀又显胖了,没有对比又没有伤害,可以挑选紧洁利落的中性,单品来中和一下既然柔美,又帅剃 或者,用类丝小范围的点缀类丝搧拌,类似半裙,都是不错的选择性感腰丝搅油网网,如果你的腿有只又细又长,OK,请放心大胆的穿,但是,只要差一点,你就会变成沙马特黑花少女,所以油网网还能不能穿,穿还是可以穿的,只是最好不要单穿油网网和破洞牛仔裤, 是最佳CP除了长袋雨网短袋更日常,好家喻除了袜子,一些雨网元素你也要了解一下,F雨网,山河同色网上相搭配狂野浪漫小可爱一枚,或者脑洞大的花穿,在衬衫上也未尝不可,bling bling,亮片也是廉价,或手亮片装也是一件非常显套,极易有廉价感的大品。 你,夜空中最亮的星,你不小心,就可能变成人之中最辣眼睛的细睛,你以为自己穿亮片的样子vs别人眼中的你,如果不是花大价钱买了超有趣感的亮片装,90%的几率会翻车,那我们就要和舞台皇后亮片装说再见了吗? 亮片装怎么穿,不要挑选色彩和宝盒,过于明亮的亮片装显胖,难驾驭挑选颜色宝盒度低,灰度较高的亮片想要亮片便日常那就减少大品的面积半寻。 上一,夹可稍微带有亮片点赠就好,想要亮片便摆大多试试亮片拍式吧或者重新加入首亮片袖口也很亮丽增高。 后地鞋,是灾难后地鞋的美我事真无法欣赏,但是它简单粗暴地画出增高方式让你不得不服,可是,它真的是本重无比啊,如果只是想要增高,你真的不需要后地鞋赶紧烧掉吧,跟着我来学学这些高级的增高,大法。 通过穿搭了无形鞋高才是真将的大师,裙子挑选有腰带的,把你的腰线画出来一身顺色搭配会鞋高,肩头高跟鞋也是拉长比例的好搭品。 搭上衣加高腰搭品,让你胸部以下都是腿,除了要地面廉价搭品,对于质感还不错的搭品,也需要好好护理,不然再好的面料都糟糕了。 精致女孩的衣物护理技巧一,激洗衣物尽量都用毛刀,减少清洗过程中对衣物的摩擦,衣物也不宜其求和发酵。 二,保持晕烫衣物的习惯,纯自然纤维面料,通常价格都不低,但又确实不好打底,为什么呀?因为都是卖得有钱有闲的人的。 三,免制品应该干面亮晒,阳光会使免制品产生氧化现象,使白色免制物变黄极脆化,过度曝晒容易褪色。 四,衣柜收纳钱做个全面清洁,吧,特别要注意清洁衣柜门处,华轮等容易吸尘的地方,衣柜干净了才能保证衣物的干净。 除虫香寻几世衣柜必备的好东西,今天一见回所有的穿单你中战了吗?还有哪些你怎么穿都穿不好的答品来跟我聊聊吧。 编辑,微微原创文章,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更多内容,敬请关注推博法国时尚。